你好,今天想跟大家用技術分析 即是用形態去分析香港的地產市道 之前我經常拍過一些視頻說 如果香港的地產市道跌破長期上升軌 就要重新去審視市場發生了什麼問題 現在香港的長期上升軌就是在170 中原指數跌穿了170之後 如果是在股票的租錯 就是要把那些好倉平了 如果是更加進取的 是要去追估 即是平倉不但還要反手沽下去 通常股票的做法是怎樣呢 追估之後就找之前的高位 即是1.9多做一個止蝕位 看看你究竟想望的消息是多少 通常一般的股票做法就是這樣 現在跌穿了上升軌 曾經去到1.5多 現在就是在1.6多那裡還行 我經常都說了 我經常都說了 現在那個情形就是會在1.5多那裡 去到1.7多之間呢 就會經常都應該有排去還行 我們不可以去想 現在究竟現在的市場是因為什麼原因 這些全部呢其實都是事後 就是說 說的是一些解釋來的 因為技術分析就是 說一些圖表 是反映了很多不同的人的參與者 的結論得出來的 若果是一些成交很多 或者是銀碼很大 根本就沒有得做事 是反映了很多人的心理的結果出來的 那麼 跌破那個1.7多 即是說有一班很多的人 覺得那個價不值去這裡 或者是一個叫做大環境 他們是改變了 現在大環境的改變了 即是事後去找回的原因 就是中美脫歐 就是俄羅斯 烏克蘭打仗 導致那個叫做 利息是高了 那麼一年之間 利息由零抽到去五 接著有很多人移民趕著去賣樓 這個就是事後看回來的原因 也看到一樣東西 就是很多人同景著 那個叫做通關 或者是復償之後 會有一個突破出來 但是你看到 三月四月五月 那個成交量是多了 但是突破不到 之前那些蟹貨位 即是1.7.0 去到1.9多那個蟹貨位的時候 接著去到五月六月 每一個月的成交減少了 是代表什麼呢 是代表 根本那個市場買的動力就是沒有 如果是要沽貨的時候 它只有一個選擇 就是要去減價 劈價才會有人買 這個是那個市場的現實 那麼 我不是說 我一定對 而是只不過 是給一個另類的參考 來看 用一些叫做 技術分析 去講回整個房地產的市場 可以用一個另類的看法 那 跟著你就要去自己去部署 究竟如果你是自住是怎樣 跟著你如果你是投資是怎樣 所以我經常都說 現在香港的投資價值就是低 自住是一些另外的選擇的因素 你就要去衡量一下 你可不可以去負擔到 就是說買來自住不怕跌 這個你自己要去衡量 今天想講的房地產 用這個技術分析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可以聊一聊 拜拜